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你就是用手机了 比如说你现在可能是用手机看N.365 你要不要用手机 你去下载一个城市有很多免费的城市 让你可以在手机里面一样可以读圣经 或者你可能是坐在monitor在你的电脑前面 你用电脑看N.365 我也鼓励你在电脑里面把圣经打开来读神的话 愿今天神要亲自透过圣经向你的心说话 我真的相信圣经太丰富了 主知道你的需要 我们这些传道人我们哪里知道每个人的需要 我连谁今天会看我都不知道 但是主知道 主知道你的需要 而且主会透过圣经向你的心说话 祝福你出于神的话 每一句都带着能力 愿今天那个有能力 神的话进到你的生命当中 在尼西米记里面 他讲到有一个喜乐临到百姓当中 这个喜乐当然是因为神的同在 这个喜乐当然是一看见神仍然顾念他们 而在这个喜乐里面还有一个带来喜乐的一个原因 我读给你听 如果你期待你每一天能够活在从神而来的喜乐里面 你要抓住这一把钥匙 这把钥匙是什么呢 他说众民都去吃喝 也分给人大大快乐 大大快乐不只是因为有吃有喝 吃好就大家庆典嘛 celebration一个庆典当中一定吃得很丰盛 吃得很多很快乐 可是在那个吃喝跟快乐中间 还有一句话叫做也分给人 这是一把钥匙 但愿你能够拿到这把钥匙 什么事情可以让你真的快乐 分享 好多年前有一首诗歌 我觉得那首诗歌 他说分享的快乐格外的多 分担的重担格外的轻 如果你有一些重担 天天埋在你自己的 你一个人在那里扛就很重 但是如果你有一些祷告的同伴 有一些属灵的同伴 可以跟你分担你讲给他听 他也许没有办法替你做什么 但他跟你一起祷告 那个好像重担就分出去 你就担子轻省些 同样的 如果你有一些快乐的事情 你也跟别人分享 那那个分享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哇越分享越快乐 越分享领受的越多 一个给 你愿意给出去 你就会享受神给你的恩典 你知道在给的时候 你的手势是我拿给你 手心向下是给别人 手心向上是跟别人要 你能够给别人 是一个多大的快乐 祝福你 不只是领受别人很多人给你祝福 我用手来承接别人给我的祝福 很感恩 但是有一天你不只是手心向下 承接别人给你的祝福 也能够手心向下 把祝福分给别人 你会发现那是更大的快乐 祝福你 分享的 给出去的 会让你更加喜乐 得着这把喜乐的钥匙 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